上次说到 王莽还不解气 一道招命诛杀了李守和黄显 连同李守在长安的家属 以及在老家的亲属门宗 合共64人 这64颗血淋淋的脑袋 就成了李通追随刘秀骑兵的血的代价 凡事都会有代价的 没有代价的东西都是废物 一个人想要成就非凡之业 必须付出非凡的代价 要么是血 要么是生命 这才是拼搏 这也叫付出 也只有这样才能收获 往往代价越大 收获就越丰厚 李门惨案发生之后 李通一个人逃往冲灵 和自己的偶像刘秀 和自己的从弟李毅会合了 三人见面痛陈往事 不胜唏嘘 可是悲痛归悲痛 事情还得往前看 刘秀就安慰李通了 六十四条人命 亡盲老贼 真够毒的 血债血偿 今后不报此仇 事不为人 刘秀这么一说 等于就是为李通吃了定心丸了 李通非常的安慰 感觉自己就是没跟错人的 只要跟这个刘秀起事了 以后自家人的仇 是一定有人照着 一定会报的 这三个人会合之后 一起赶往冲灵 急于回到刘尹的身边 共同商讨反抗王莽的大业 但是 报了冲灵以后 才发现 刘秀的大哥 也是所有人的带头大哥刘尹 正处于尴尬之中 刘尹本人 是雄心难耐 慷慨极昂的 经常把手下的宾客豪杰 招起来一起商议 往往这个老不死的 穿衣服吃力 上个床也费老鼻子劲 可偏偏就讨了 一百多个小老婆 这些如华似玉的姑娘 是白白被糟蹋了 多好的白菜 愣是让这头猪给拱了 还有啊 他捣毁高地的灵庙 羞辱全天下姓刘的人 这怎么能让人忍得下去啊 这家伙就是一个暴君 连老天都因为他 降下了灾祸 最近几年连年荒汗 人人相识 鸡民占据山头造反 四方一兵 风起云涌 这是老天爷都要灭他 这正是我等 恢复高足基业的大好时机 我等不为之 谁能为之 一番话 把宾客豪杰们说得群情沸腾 纷纷挥拳大喊 诸宝王 诸宝王 恢复大汉戒 刘大哥万岁 刘颖一挥手 老贼一日不死 天下断无太平可想 诸位弟兄 听我号令 新爷 有我姐夫邓臣 晚成 有我家刘秀 还有李家兄弟 我亲自坐镇充铭 三处一起发兵 互为接应 互为表里 咱们先把旗帜给拉起来 刘颖说的话 很是慷慨极昂 说的也是条条有理的 可是问题也在这里 刘颖的宾客和那些江湖豪杰 当然愿意揭竿而起 反正现在天下不太平 说不准 哪天早上醒来一摸脖子 呦 吃饭的家伙已经丢了 所以啊 还不如干脆闹个天翻地覆 天下越乱 他们越有用武之地 所以他们是纷纷赞成刘颖 拥护刘颖的 在他们来看 刘颖就是他们的明灯 他们的舵手 他们的引路人 不过当地的豪杰子弟 不是这么想的 在他们来看 刘颖和宾客豪杰们 那都是亡命之徒 纯属走投无路挺而走险的 干的都是不要命的勾当 跟这些人混 不就是把头枕在扎刀上睡觉吗 糊里糊涂的 啥时候连小命都没了 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别看刘颖慷慨陈词 正义凛然的 可是真正买的账的 畏乎其微 相反 这番豪言壮语 倒是吓跑了不少人 因为他们怕惹事 怕沾包 这个刘颖虎了吧唧的 能不能成气候 实在很难说 所以这帮人 后来干脆就躲着刘颖 还私下地说 造反可不是闹着玩的 跟着这个刘颖 盲撞得来来去去的 豁出命还是小事 弄不好得灭门 后来给刘颖他们追得急了 他们还一边跑一边喊 博生害我 博生要害我 这博生就是刘颖的字了 这种现象发生了 直接导致刘颖的兵源 非常枯竭了 把这位带头大哥搞得哭笑不得 也大为光火 而且无计可施 不过别担心 刘颖不行 他还有弟弟呢 他的弟弟刘秀 才是最有号召力的代言人 弟弟刘秀终于来了 刘颖一看 知道自己的救命稻草终于到了 那叫一开心 一阵狂喜 二话不说 不用再叙旧了 立刻在此召开会议 这一次要特别安排 弟弟刘秀闪亮登场 就在开会的这一天 刘秀一身戎装打扮 头上戴着五官 腰上配着刀 昂首挺胸 威风凛凛 一下子吸引了所有在场人的目光 没办法 有的事你不服不行 在刘秀身上 他的魅力是与生俱来的 后天休养什么的 好像不好使啊 当然也不能说后天休养不管用 只能说在刘秀身上 没有多大用 想他的大哥刘尹 站在人群里头 嘴唇说破 口水喷干 热汗流尽 一切都白搭 老百姓照样不买账 该逃的逃 该躲的躲 该藏的藏 不理你那茬 但是刘秀来了 望那一站 不说话 不动声色 沉稳有度 进退有节 大家伙一看 心里真踏实 都在想 哇哦 连这等谨慎后世的人都要起兵了 那我们还退缩什么 豁出去了 反了他 哎 这下倒是好了 刘大哥再也不发愁没人手了 当地的百姓呼啦啦一下子 就来了七八千人 都是一些少壮子弟啊 有了自己的队伍 刘尹大哥也牛气起来了 把自己叫成驻天都部 驻就是驻子的驻 都呢 就是首都的都 部呢 就是部队的部 什么叫驻天都部呢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啊 刘尹这个称号很简单 很明了 驻天驻天 那就是老天爷的柱子呀 都部呢 就是都统部下 合起来就是 刘尹这一根柱子 率领部下 一定可以成为天下最强的力量 哦 这么一解释 就知道这口号是何等的简洁 而且力量是何等的巨大 很快的 刘尹就汇集了 新市和平地 这两个地方的异军 发展成一股任何人 都不堪小看的力量了 为了有所区别 在这里 我们就把刘尹率领的 这支部队 叫南洋兵 刘尹的队伍 虽然发展的速度很快 但毕竟是个草台班子 实在太寒酸了 穷到什么地步呢 就说是部队的二把手 刘秀先生吧 作为最为重要的首领之一 和精神领袖 这位刘秀 这位刘秀打仗的时候 居然无马可骑 冲锋县镇的时候 居然坐的是一条牛 这就有趣了 一支军队的首领 居然骑牛在镇上 来回奔跑 临阵杀敌 我估计碰上这种情形 敌军士兵里 有一半是被砍死的 另外一半估计是被笑死的 这种难堪的局面 一直到后来 攻打新野的时候 杀了新野魏 也就是新野的军官 这才为刘秀 抢了一批属于自己的坐骑 不过打下新野 可不是刘家军一家的功劳 实际上在往西打去之前 正好新士兵和平邻兵 已经到了南洋 这支军队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陆陵军的分支 看到这两支义军来了 刘颖就派人去见 新士兵的首领王凤 和平邻兵的首领陈墓 劝他们共同向西攻打长距 结果这两人同意了 三路兵马合起来 向西打过去 想不到这一仗 就旗开得胜 把长距给打下来了 一下子 刘颖春风得意 势头正胜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是在长距这里 他的义军出现了第一次内讧 事情是这样的 联军攻校长距以后 进一步攻陷了唐子乡 唐就是唐朝的唐 子就是儿子的子 这个地方在史书上都有记载的 史书上称 尽图唐子乡 图就是屠杀的图 用了图这样一个如此血腥的字眼 可见这一伙刚刚竖起来的杂牌军 虽然理想是有的 但是他们所做的事 依然逃不出强盗的一般的行径 在这一仗里边 唐子乡的男女老少 通通被杀了个干净 所有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屠刀下的冤魂是很难想象的 这支队伍难道就是义军吗 难道就是反抗亡盲暴政 救民于水火之中 解民于道玄的正义之师吗 这根本就不像 这简直就是一群恶疯了的虎狼 这样一种部队能走多远 没人知道答案 但人人都不会乐观的 可笑的是 这一场内讧 不是因为这一场屠杀而产生的 对于他们来说 杀几个老百姓 好像根本就无关痛痒 他们所要争夺的 是抢来的这些财物 财物分配不均造成了内讧 于是新士兵和贫邻兵两股义军 就把矛头指向了刘尹的嫡系部队 就是这支南洋兵 认为这群南洋子弟 占了本来应该属于我们这些 陆林好汉的财物 但是南洋兵是绝对不会吃这一套的 抢到我手上就是我的 哪个财物上面写的你的名字 偏偏要属于你呀 双方剑拔弩张 大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其实财物的分配 多或者少 是没办法去衡量的 就算有一个真正中立的人 把财物资诸必较分得一清二楚 也未必能够服众 真正的分配 其实是来自于双方心理的平衡 只要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其实怎么分都不是问题的 因为新士兵平邻兵 那属于外地人 陆林好汉是被往往的政府军 逼下山来到南洋找饭吃的 这一次向西攻打 也是刘尹提议的 所以这些新士兵啊 还有平邻兵啊 多多少少有一些厚娘养的 自卑的心理 闹一闹嘛 也属正常 这一下搞得刘尹没辙了 他这个人吧 我们一直都说 慷慨有余 谋略不足 鼓动人心嘛 那是一流的 但出了问题 如何收尾 他是往往无从着手的 这个时候 还需要他的弟弟 刘秀 刘秀从大局出发 让冲林子弟 也就是这些南洋兵 把手中的财物 通通拿出来 分给新士兵和平邻兵 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那些陆林好汉 新士和平邻兵 两股异军 手上有了财物 心理需求又被满足了 当然也就转入为喜了 又一次紧密团结在流瘾的周围 继续向吉阳挺进 攻陷了吉阳之后 联军挺进小长安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意思 好像或多或少 有些首都长安大都市的意味 其实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 长安是西汉的国都 国际性大都市 人口近百万 而小长安呢 这是南洋郊区的一个村落聚集地 了不起算个乡 人口不过一两千 而且地形非常的复杂 山巒环绕的 所以这个地方准确的称呼 应该叫小长安聚 就跟小长安乡 差不多一个意思 对于这种穷不拉鸡 鸟不拉屎的地方 刘尹的起义军 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的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这里 是通向晚城的必经之路 要想向西打向晚线 这里就绕不过去 可是偏偏就在这种地形复杂的地方 刘尹的军队碰上了 王莽的大将真副和梁秋刺 别的先不说 光光这个遭遇地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为什么偏偏在这里遭遇了王莽的正规军呢 这说明这个正规军根本就是有意挑选这个地方 伏击刘尹的起义军 而刘尹的起义军根本就事先没有预料到这一点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一群起义军到现在基本跟强盗也就差不多了 都是步兵刀枪剑戟啥都不齐全 盔甲什么的更别提了 你说要对付村里乡里那些保安队 那是可以的 大家只要肯玩命 忽悠一声直接上去为而兼之 那基本上跟小混混打架就没什么区别了 这还能打不赢吗 但现在碰上的是正规军 别人有刀有枪有阵法 有脑子有思路 会挑地方 会因地质疑 这个时候想打胜仗就难了 而且偏偏在遭遇战的时候 出现了对刘尹部队十分不利的天气状况 当地起了大雾 一片雾漫漫 视线模糊 虽然说不上是伸手不见五指 但能见度绝对不远的那种 这种情况下打仗 那就看谁的军事素养高了 那还用问吗 这答案不是很明显吗 双方一接触 刘尹的部队也就是他带领的南洋兵 直接被打垮了 败得非常的惨 不得已只能冒着浓浓的夜色和浑浊的雾气 连军退守吉扬 在这一场战斗当中 刘秀的姐姐刘元和刘元的三个女儿 还有她的哥哥刘仲 还有家族的其他人 通通都被杀了 连将领的家属都死了这么多人 可想而知 这一次小长安之败该是有多惨 而且这一次败仗对于刘尹来说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打击 从此她的心上就有了心理阴影了 她的后继影响 慢慢在后来的故事当中就凸显出来了 这些事我们放在以后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